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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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QQ 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怎麼樣使用iPad的這個 備忘錄的筆記軟體 那iPad root它這個雖然叫做 備忘錄但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 筆記功能 那首先第一個功能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去做筆記呢 那有一個方法 首先第一個地方是假設你現在拿著iPad 然後這個iPad呢 它是完全的就是鎖機的狀態的話 那我能做的第一個功能就是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在鎖機的狀態我拿筆去點一下 那它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做筆記 那你做出來這個筆記呢 它就會出現在哪裡呢 它就會出現當你解鎖之後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QuickNode上面 那你看它就是顯示出來了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現在已經解鎖完了 那我還可以怎麼樣快速去取得我這個筆記呢 那相信大家也知道 蠻多人知道的就是 你可以用筆的方法從右下角往上滑 那它就可以跳出說 欸我一個新的筆記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打字 然後我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去 就是直接在這邊做畫圖的動作 那同時的話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正在打開的是 我正在閱讀一個文章好了 那我假設我現在正在看瓦機的這個 卡片盒筆記法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的話呢 它現在等它讀取完之後呢 我其實在這邊我只要去用筆的方法 我去做滑動動作 那你看喔它這邊就會跳出一個超連結的方法 那這個超連結的方法呢 當我點它一下 它等一下它就會產生出一個自動超連結 所以我以後 點這個筆記的時候 點一下 像你看如果我現在回到這個 備忘錄的軟體裡面 我回到這個東西 你看它這個超連結就出來 我一點下來它就跳出一個超連結出來 那如果說我現在正在閱讀其他網頁 假設我現在正在看這個 Tiago Forte的這個 另外一個YouTube的Video的話 它一樣這個超連結的網站 它也會直接跳出來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網頁 只要我這樣子看 它就可以直接去做一個快速連結 的方法 這是第一個功能想跟大家介紹的 再來是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的話呢 就是延續剛剛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今天是沒有筆的話 我這邊可以用手指的方法 去把它往這邊拉 讓它變成分頁的動作 那分頁完之後呢 我可以在這邊去 直接去邊讀文章邊做筆記 那怎麼做咧 首先的話呢 就是我正在看這個文章嘛 我可以這邊讓它的距離 變比較大一點點 這個文章我看的時候 如果我說我對其中一個文章很有感覺 我想知道卡片和筆記法是什麼 我可以有一個方法 是我可以直接這樣子去翻選 翻選之後把它拖拉過去 如果是這麼長的文章好了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然後拖拉過去 當然另外一個功能比較少用到 但是其實是更強大的功能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是不是 我還會產生一個直接連結 其實我可以產生段落的連結 那產生段落連結的方法呢 就是一樣 我選擇這一段 我選擇這一段之後呢 你看喔 它這邊會產生一個 New Quick Note 那我點它一下 那點它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出 欸 它這邊這個連結就會產生出來 你看它就是 Lumen發明的這個卡片和筆記法 那我點一下 假設我現在畫面跑掉 我再點它一下 你看它就會跳回來這個地方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子好處就是說 欸 假設我現在看到一定的地方 我想要回去看這個段落的話 我只要點一下 它就會跳回來本來這個地方 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是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功能的話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看的是一個 英文文章 或者是我不熟悉的語言文章 我可以選取 我想要翻譯的那個文章 你當然可以直接在文章裡面 按Translate是一個方法 但如果你現在是在做筆記 你只是對某個段落不熟悉的話 你可以採取的方法 是我先截錄這一段到我的筆記裡面 那它就變成文字了嘛 那我可以經過 我再點選取這個 我不熟悉的這一段文字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邊去Translate它 那你看啊 我這邊可以選啊 因為如果我說 我這個Change Language 我可以在這邊去Translate 假設我把它變成是 我要翻譯成中文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直接在Copy Translation 然後直接就是這樣子去貼上我的Translation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找到一個 直接對應的Translation的對照度 再來接著下來是說 好這樣我現在如果 洋洋傻傻再錄了 我所有想要再錄的內容的 好我現在如果想要把這個筆記呢 再去精化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首先呢 這個Note的話 它會非常容易可以再開啟另外一個視窗 這邊點選Show All Windows 那我這邊就New Window 那就可以直接選出來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 直接去做不同Note的切換 那當然我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我就選完一個Note了嘛 然後我在選完之後呢 我只要在這邊 去做拖拉的方式 我可以就是 在這邊去產生一個新的Note 那我可以根據左邊的內容呢 直接去做一個摘要 然後把它寫到右邊 那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我最終的完整筆記 再把它歸類到 我想要歸類的folder裡面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想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最右邊 右上角的這個是新的筆記 那旁邊這個三個點點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點出來之後 它會有幾個不同的選項 我可以選擇 scan 然後pin 跟lock 還有delete 那就是跟講 scan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可以選擇一個文件 那我選擇一個文件 我就可以直接去掃瞞那個文件 那掃瞞那個文件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文件檔 那我這邊如果是掃瞄一本書 假設我今天掃瞄的是我的日記 那你看我掃瞄日記 就掃瞄我這個形式本好了 掃瞄完之後呢 就變成是一個文件檔 那我這個文件檔呢 我就可以直接按down 那它就會直接save起來 它就會直接調到變成是 我這個筆記裡面的其中一個內容 但是在做筆記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 再來的話呢 是pin pin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我可以讓這個筆記 永遠就是至上 就是說我如果想要一直review這個筆記啊 或者這個筆記還要再做編輯的部分 我都可以先把它pin起來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lock lock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比較私密的筆記 或是一些比較公式相關sensitive的information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就是把它鎖起來 那鎖起來你可以設定一個密碼 那要擁有這個密碼的人 才可以把這個筆記打開來這樣 好那接下來的這部分的話呢 想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說 就是跟其實蠻多筆記軟體一樣 你如果用這個緊字號啊 我就可以用緊字號 它就會變成形成一個 就是類似hashtag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現在假設我這個是關於筆記相關的嘛 那我就選擇一個標籤是note 那你看喔 這樣子滑下來之後啊 我回到folder的地方 我這邊就會跳出一個note的筆記 那它就可以顯示出來這個 獨一無二的note的筆記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我可能今天關於打的這個東西 我知道它有一個特定的標籤 那我可能就一年後 我有一個相關的標籤 我就可以用這個最快的方法 去把所有的筆記的歸類呢 去把它選擇出來 那當然我這邊還有一個方法是說 你可以再create一個newsman folder 那newsman folder的時候 假設我這邊選擇一個note 好的就是我這邊如果是所有筆記相關的 那我這個新的forter就會收藏所有筆記相關的內容 好那我這樣子所有筆記相關的內容 你看它這邊就是產生出這個了嘛 它這個所有筆記相關 它當然就會去take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新的筆記 我今天有一個新的筆記 好假設我們這個剛剛弄出來的筆記好了 如果我這個筆記呢 我也自然而然的去 我把它take成我剛剛一模一樣的那個take的話 如果這邊take的內容也是note的話 那你看我剛剛那個newsman folder 它就會自動收錄這個東西 所以這非常酷 因為就是以後 我有相關的內容 我不用自己去收集 它就會自己跑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 種類是你想要固定去收集 然後你又很常用iPad去收集這個種類的話呢 會強力建議大家使用這個新的功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相機跟這個旁邊 這個應該蠻明顯知道 它就是一個代辦事項 那我可以這樣子去譬如說 買東西 那我可以這樣子去打勾 那就可以自動跳到底下去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想要再跟大家詳細講一下 這個scan text跟scan document 那scan document比較酷一點的地方 就是跟剛才示範的有點像 它會把那個 假設我現在看這本書好了 它就會把這一頁的東西 直接把它掃描起來 那我按save 它就會直接變成這本 我掃描的這個內容 那接下來scan text 我可以用鏡頭去抓一個特定的文字 那你看這個文字就會直接 就是從老舌歌手那個地方 它就可以大概的去把這個文字去顯示出來 那我只要再按insert 它就可以顯示出來 雖然完全沒有到非常精準 尤其是你用中文的話 但英文的話它就會變得非常精準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功能 好接著下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如果我點這個三個小一點的時候 你要看到它這邊可以去用不同的方法去view你的note 那我這邊你看我如果 我把它用成是gallery的一個收集方法去view 那我還可以去改變它這邊不同的大小 那這樣子就變成是這個你的每個筆記 就會變得像有一點點像卡片的概念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用這個概念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把它變回原來的樣子 就按view as list就好 以上就是對iPad被忘錄一系列的介紹 那這是第一次嘗試使用iPad去介紹一個軟體的使用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一系列的影片的話呢 也麻煩大家幫我點個讚 那你對這個一系列iPad使用 或者是其他使用方法的話 有什麼任何意見也可以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就下個影片見囉謝謝